就是因为这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当时就你听到这个大宝改二宝 你都能笑死 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人的这种笑点 和他这种包袱的结构 还没像现在那种视频啊 太多了 就一般包袱你都不笑了 那个时候你看这小品 你都能笑死 是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这些个军事题材的作品啊 特别是在部队的基层 特别是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 哎呀 那就爆了 那太爆了 特别 特别 那就是个个是雷 因为我们两个啊 经历相同 我们两个都是普照兵 不是文艺兵 不是文艺兵 我们都是在基层连队成长起来 慢慢走上了文艺道路 您也是大清 对 在宣伸队嘛 那时候到部队就宣伸队嘛 宣伸队嘛 然后就是到了提干 然后考学 然后 商工老师我们俩还有这层源源 就是我在军艺上完学之后 就跟着邵峰老师到了济南军区 我从北京区到了济南军区 您自己愿意的吗 对啊 我们到一个团去了 到一个团就是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还有王宏老师 对王宏老师 也就是您当时放弃了北京军区啊 对 那您这感情可够深的 对 您帮我们讲讲这个邵峰生活中是啥样的呀 邵峰生活当中 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他这个聪明 对 不管是做事情啊 弄作品啊 还去处理人际关系 事情上 他们的脑子比较快 我觉得比我们活奋 我们一般都听他的 他往哪指 我们往哪打 就是这种 就是反应情商 智商都比较 真是比较高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特别有感触 你包括弄作品的时候就能 他总能想到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 一个意境 或者一个话题 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的印象中 邵峰老师是一个 特别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人 就他总把自己放到最后 你们先把好事都给别人 他是这样的人吧 我感觉他是这种 对对对 帮了很多人吧 是 你咋没帮帮我呢 大星这是在夸我 其实我们两个 为什么能够这么久啊 几十年我们都是好朋友 从来也没有分开分开过 就是在创艺术创作的道路上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分开过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两个比较互补 刚才他说的对 就是我的 我的对事物的感知啊 特别是对作品的感知 比较快 就是我一下就能捕捉到 这一个作品的 就是一点点东西 但是我再深入进去 我不行 大星就正好跟我互补 他会慢慢地往里扎 对 他会慢慢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就是当他 跟你讲这个作品的 内核的时候 我就会感受到 这个作品不是一般的 上游玉来了 它不是潦草的东西 它一定是个精致的东西 对 这跟性格真的是有关系的 对 就是大庆可能比您 会更谨慎 是这样吗 对 他要不说现在做导演 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这是很有 对 你看那张照片 其实当年 你还是长得比较浮浅的 但是 后来慢慢慢慢 就靠近大庆了 越来越像大庆 越靠近大庆的深髓了 不是 我这张照片 我总感觉 就人年轻真是好 因为它清晰 对 现在我们在照的模糊 刚拍完练 满头是汗的 对 真是 满身是水的 这个您二位一起 合作过春晚吗 合作过 您两个人的作品 上过春晚吗 我是做导演 做导演有两次 两次都是 有两次 你还有做导演 没上 没出镜 没有 有 您二位第一次 冲击春晚 是什么时候 早了 就是特种兵这次 就98年吗 上春晚了吗 没有 我们一直到 也是到 最后快到中神了 讲讲这故事 同头是谁让您 上的春晚 没有 当时是我们 还有个大哥 就是王洪老师 王洪老师 他是我们这个 这个特种兵 这个作品的编剧 我们一块摸拔滚打 把这个作品做的 我们自认为 比较精致了 参加了央视的 小品比赛 我们就得了奖了 得了奖以后 当时也是 蔡明老师 潘长江老师 就这些老师 都觉得不错 都觉得不错 也给推荐 我们就来了 王洪带领着我们两个 因为他是我们大哥 来了以后 我们就住在了 影视之家那小白楼里 第一次住那儿吧 第一次住那儿 那时候还没有四环呢 对 我们就在那儿住着 大概两个多月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往上冲 往上冲 都最终审都过了 哎呀 激动不 对对对 最后 这不得放炮啊 赶紧的呀 那时候真是 那时候都哆嗦 我们真放炮了 真放炮了 真是 当时是这样的 我们终审都不通过了吗 激动 打电话说是通过了 我们两个年轻了那时候 就准备买炮去放鞭去 王洪大哥 他是比较成熟的 低调 咱们是小地方来的 我上春晚的那时候 那都是 那是都是明星云集啊 咱们低调 咱这儿一放炮 人家这不好 那怎么办 这得高兴啊 买了几个气球 我吹起来 放屋里 我们一人拿个钉子 当当当当当当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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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想完就睡觉了嘛 好像凌晨吧 凌晨两点多 我们仨住一屋 你想想 屋里就俩床 我们仨住一个屋 有一个人打地铺 来电话了 王洪老师接的 他接完以后 他就不说话了 就掉眼泪了 我说怎么了哥 他说咱们节目被拿下了 哎呀 通知拿下了 那时候 拉月28了是吧 真苦 拉月28了 因为那个时候 跟现在 我通知你们拿下 可能还能接受 那那个时候 对你们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事啊 大起大落的